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现在已经是星期五啦 我今天是提早下班 然后呢我这个人吧 就通常一生病就会遇到周末的时间 我记得是上一次好像我有在Vlog里面说过我生病的事情 就是动不动就一个小感冒啊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这一次我觉得我又有感冒的征兆 因为我的喉咙已经开始有点不舒服 就是有一点可能发炎的症状 所以呢这一次的Vlog里面也会有教大家 在生病的时候怎么样一个人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让家里面人担心 所以呢我刚刚在下面的药妆店呢 我有买了一个算神器吧 叫这个就是龙胶三 其实我自己还是没有吃过 我想试一下 因为以往的话我一般喉咙不舒服 可能会吃那个莲花清温嘛 然后这边的话不太能买得到 同仁堂可能会有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下面就是没有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但是呢要切记一定要在饭后才能吃哦 因为像是昨天还是什么我有点偏头疼 所以我就吃了布洛芬就是治头疼的一个网红药 结果我就是空腹的时候吃 就是我自己以为我不饿就可以吃 但其实如果你没有点点东西在肚子里面就去吃的话 其实有一点点对身体不是很好 反正我当时就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我就吐出来了 就身体有反应 所以呢那为了能吃这个药 那我回来就决定先煮一点粥给自己吃 煮粥之前呢可以先煮水 这个喜欢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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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病的人要多休息 所以我现在准备睡一个觉 然后睡醒了之后粥也煮好了 然后热水也不那么烫了 拜拜 感谢观看 简简单单的一顿晚饭 就是我的粥 然后还有我的福 还有就是我的鸡蛋 我准备看一个Netflix的纪录片 基本上满血复活了 因为我已经连续睡了二十个小时了 然后我今天是星期六了已经 然后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五点 也就意味着我昨天晚上九点就开始睡了 然后喝了那个三酒感冒淋 然后喝了小菜糊 所以总体来说还可以 然后因为我的final要到 也有很多的assignment 所以我也要开始准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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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也要开始准备一下